嗨,こんばんは,Tama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小故事 要和大家一起来读解的时间了 那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短短的小故事 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内容吧 いいですか? このまま飲酒を続けると かなり危险です 完全に酒を絶ってください 完全にです そうすれば寿命が延びることを受け合います それだけ生きている時間が長くなるってことですよ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先生 先月一日だけ酒を飲めなかった日がありまして いやーその一日の長かったこと 長かったこ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有几个有趣的文法 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这个对话的人是医生 医生他说了一些什么呢 那这句话呢 一开头他就说 那这句话呢 除了我们知道的好吗 比如说我们讲 就是 就是我不做这个可以吗 没关系吗 就是后面的那个 这个好吗 这个可以吗 除了那一个意思之外呢 这一边呢如果你用在 对话和对方说 的意思呢就是 你听好咯 听清楚咯 他是带有一种警告 或者是想要对方听自己说的话 你就可以用 所以他的语气呢相对来说 是比较坚硬一点的 比较 我们讲的凶一点 也不是说凶一点 就是有带有警告的那一种意思 所以这边医生因为他要劝病人嘛 所以医生呢他就说 你听好咯 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很重要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他就说什么 那这边的 那这边的 就是代表饮酒 喝酒的这个名词 的那一种 名词 专有名词叫做 他这边说 就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这个人很爱喝酒 这个病人呢 是嗜酒如命的 那他的医生呢就说 你听清楚咯 你在这样喝酒的话 このまま 保持现在的状态 このまま飲酒 这样子 现在保持还这样子喝酒的话 続けると 还在继续 続ける 所以这边呢 他是把那个名词当做是受词来用 就是飲酒 を続けると 如果你还继续这样子的大量的喝酒的话 かなり危险です かなり这边的意思就是相当的意思 就是情况呢 已经相当的什么 危险 你在这样子喝酒下去呢 一定会有危险 或者说我们讲相当的危险 这样子了 那这个是第一句的意思 いいですか このまま飲酒を続けると かなり危险です 那接下来呢 他就说什么呢 完全に酒をたってください 完全にです 那这个呢 他就是劝 这个病人呢 他就说什么 完全に 他特地呢 加了这个强调的 副词 你要完全性的 全面的 怎么样 这个 酒をたつ 那这个たつ呢 是 它有一个断的汉字 这个呢 有几个意思 来跟大家分享 那たつ 也可以说是 我们讲的 切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切了把它分开 那一个也是叫做 たつ たちます 就是把它分开 切开来 断开来 这样子的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讲的 断绝某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经常都会说 断绝来往 我和那一个人 我和他 断绝来往 那一个呢 我们也是可以叫做たつ 或者是有一些 我们讲的 坏习惯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第三种意思 就像这个 喝酒的习惯呢 我们说要戒掉它 或者是吸烟 我们抽烟的时候 要戒掉它 就是要戒掉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たつ たつ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 请要把它戒掉 或者是忌口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たつ 所以这边呢 完全に酒をたってください 这个是医生跟他说 你要完全全面性的 把酒给戒掉 所以呢 酒をたってください 那ください 是请你一定要 完全的把酒给 这个戒掉 然后呢 后面呢 他再强调多一次 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就说 完全にです 因为他强调了前面这个 完全性的 一点酒 一滴酒都不可以喝 所以他前面说的 完全に酒をたってください 后面再强调 完全にです 直接加一个です 完全にだ 这样子 就是完全性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就说什么 就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如果你一滴酒都不喝的话呢 寿命が伸びることを受け合います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寿命 这个应该容易理解 因为它的汉字是一样的 和中文的意思是一样 就是我们讲的寿命 我们的性命呢 就是 が伸びる 这边呢 是用了自动词的伸びる 就是我们讲的 比如说头发 它会自己长的 不是我们让它长的 那种就是叫做自动词的伸びる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不喝酒 自然而然呢 它的寿命呢 就会把我们讲的延长的意思 就不会那么短命 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 就是我们不做一样东西呢 那个寿命就会自然的 就是延长 所以它这边就用了这个 寿命が伸びること 它形容这件事情啊 就是寿命延长呢 就是受け合います 受け合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讲给予你承诺 或者是我们讲保证 我保证你这个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一滴酒都不喝 戒掉酒的话呢 你的寿命呢 会延长 这是我做医生可以对你保证的 可以承诺你的事情 所以 就是你承诺什么事情 保证什么事情 这个也是蛮好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记起来这个动词 受け合う 所以这个呢 そうすれば 寿命が伸びること 受け合います 然后呢 接下来就说什么 それだけ 生きている時間が長くなる って ことですよ 这边的それだけ呢 就是它其实也是说 我们讲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 如果你不喝酒 寿命会延长嘛 那它就再说多一次 它讲 差不多一样 同じぐらい 这样子的意思 それだけ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生きている時間 你活着的时间 活着的时间呢 会怎么样 就会 变长 長くなる 長くなる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て 也就是と 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这件事情 長くなるってことですよ 也就是说呢 你活着的时间 就会变长 这样子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病人呢 他就对医生说了一些什么 他就说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那这个呢 他就跟医生说的嘛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先生 那おっしゃる 这个是尊敬型 那因为他是跟医生说话的嘛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 就像你所说的 通り 这个是文法的应用方式 就是 就像你说的 就是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那 おっしゃる 这个呢 是说 尊敬型 叫做 おっしゃる 所以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就是 像你说的一样 先生 就是医生 就是医生 你说的太对了 就像你说的一样 然后呢 他就说什么呢 先月一日だけ 酒を飲めなかった日がありました 那先月一日だけ的意思就是 上个月 上个月呢 一日だけ 只有一天 上个月呢 只有一天呢 就是 他做了些什么 就是 没能喝到酒 因为他是用了这个 かのけ かのけ的否定形式 酒を飲めなかった 我没能喝酒 有一天呢 没喝酒 没能喝酒 这样子的意思 日がありました 他要说的是 那一天 重点是那一天 所以那个 酒を飲めなかった 他只是一个修士 修士这个名字 酒を飲めなかった日 这样子 所以 先月一日だけ 酒を飲めなかった日がありました 有那么一天 是我没喝酒的 他就说 呀 就是 我们讲的 那一天呢 怎么样 その一日の長かったこと 長かったこと 那之前也有教过大家 这个ことこと的文法 大家有印象吗 大家还记得 那个小故事吗 就是 妈妈为了女儿 就是上网定了一件 一条非常便宜的这个被子 还记得吗 那时候呢 就是妈妈 把这个油寄 来的这个被子 拆开来看呢 他就说 非常非常的薄 因为很便宜嘛 他就用了这个 薄いこと 薄いこと 就是 很薄啊 很薄啊 大家还记得这个文法吗 所以这边呢 也是一样 这个こと的用法 就是 長かったこと 因为他在说以前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長い 要变成一个 过去式的 長かった 長かったこと 这样子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很长啊 很长 就是我们讲 慢慢的 他的日子呢 过得很漫长 这样子 所以因为他那一天没喝酒嘛 那没喝酒呢 就代表说 你很精神 不会好像醉酒啊 很迷闷 很整个人就是醉茫茫 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对啊医生 你这样子说 太对了 就是上个月呢 我有那么一天 没能喝酒 所以呢 结果那一天啊 その日 その一日 那一天呢 太长了 太长了 我整天都在 精神饱满 就觉得 那一天的日子 过得好长好长 怎么时间还在 早上的时间呢 这样子 所以这证明呢 这个病人呢 他一直保持 喝酒的这个习惯 就是觉得说 那一天呢 好像 蒙着的 醉酒呢 就过了那么一天 就非常的短 但是呢 现在呢 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个医生就跟他说 如果你再这样子 喝酒下去的话 一定会相当的危险 所以你一定要完全性的 把这个酒呢 给戒掉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寿命就会延长 也就是说呢 你活着的时间 就会变长 可是这个病人呢 他就说 对啊 医生你说的太对了 有那么一天呢 上个月呢 我就没喝酒嘛 所以那一天呢 真的是 结果呢 就是很长啊 很长 这样子的意思啦 好的 在影片的结束之前呢 我们再来阅读多一次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的解说了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则故事 那我们的今天影片也已经到了尾声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给一个大大的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TAMA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可以第一个时间收到TAMA最新动态了 那么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这个是吗でした 拜拜 但是荷物ある場合は 可以 再见